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欢迎你变成台湾人了 对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 从香港国外法立法第二天 第二天立刻行动 对 没错 之前有去过加拿大 就是说19年之后有考虑过离开 有去过加拿大 加拿大 就住过一阵子 就算考察过 后来还是确定去台湾 香港一般现在每天晚上 都有很多人去英国了 你看到你去香港机场 你就会看到一个情景 就说每天晚上 都有一堆人在送飞机 然后抱着哭也有 互相写不得的很多 就变成一个每天的我们的 routine 就是离开香港 那但是英国跟加拿大我还是相对这两个国家就比较喜欢台湾 可以看到你的身份证吗 可以啊可以 身份证 真的是拿到了 对 你知道身份证呢 那个先不用说身份证 先说那个 驾照 驾照 这个照片我跟你讲 他那个照片 他这个叫这个照片你知道吗 他150块呢 就是正常的 你多加50块 就有Photoshop了 就可以修图了 对 你看 有修啊 皮肤很好 我看到 你本身皮肤就很好了 没有啦 这个怎么说 没有啦 要说台语 一点点了 然后50块就可以变成这样 修图 所以台湾很可爱 对 还有健保卡 对 还有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 OK 所以你可以这个 常住台湾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对 没事 那你现在在台湾的 生活跟工作重心是放在 先讲我最想做的事情 我做得最开心的就是 叫禅修 禅修 对 就是这边下面 然后就每个礼拜 一个星期就叫一次 那然后做 这是我最喜欢 工作 最开心的工作 所以禅修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心灵满足 这个也是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我都50年 今年都50 就觉得 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还没开始去做一些 真正让自己满足的事情的话 之后就没有这个体力 时间 性力去做 可是怎么 人生怎么跟禅修结缘的 人生最重要就是低潮的时间 对 人生的高潮当然很开心 但是低潮才是能证明你能力的时间 低潮才是可以看清楚你所有的事情 你周围所有的人 甚至于你自己的黄金机会 对 我非常欢迎人生的低潮随时来临 所以那个契机来自于人生的低潮 是哪一次 什么样的低潮 应该是更 所谓的 那个时候 新闻最差的时候 就说刘德华跟我闹翻的那个时候 2007年 2008年 香港一周看的那个报道 就说刘德华把我赶走 然后写一堆假新闻出来 这个新闻从2008年一直写到现在 也会流传万事的 一万年 对 一直到人类结束为止 因为在网络上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 就人生低潮 然后就开始结束禅修 然后就 就是说那个时候应该 应该说是 比所谓的封杀 其实更严重 更严重 因为毕竟它是假的 是 你说被中共封杀 我就是挺的 直直 腰杆直直的 但是假的 就会觉得 对 没错 背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没错 就透过禅修 就 释放 就脑过去 对 脑过去 OK 然后2012年的时候 因为生了一个寒病 就是用米拉菲学 就是那个 关于免疫系统的病 那那个时候就 医生就说 一般都会换血 就所有都去换 那么严重 然后他发现 我有禅修的习惯 他就觉得你要不试试 因为他查了很多医学的文献 就发现原来 禅修对于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有一个好像电脑重启的一种作用 所以我就每天根据他的要求 每天都做20分钟的禅修做四次 本来他说九个月到三年应该会医好 我三个月就医好 他就说是医学的奇迹 就说 就我也觉得是奇迹 所以这是医学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 没办法解释 OK 看来我有空也应该来跟你学一下禅修 很难报名 很难报名 真的 我自己也有免疫系统的问题 自己免疫 所以这样是可以好的 不然我们一直靠药物 对 但是很难报名 OK 就好像现在鸭鞋很难买得到 可是买不到 卖完了 卖完了 是 一个早上 这是你预期是这样吗 预期 我没有 没有预期到 我没有想到 所以你对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台湾人的热情还是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乎胜利 你名人效应啊 名姓代言啊 就说 开始的时候有一定的吸引力 可是啊 你卖完这一批 第二批才是做的 对 你喜欢我 你因为支持我 可怜我 没有啊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 要做吃的这件事 这因为第一我喜欢吃 第二我一直有在电视台上面 叫大家煮菜 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煮菜 你是从小是因为嫌妈妈煮的不好吃 你就自己来了 是这样吗 对啊 因为我妈是地狱 地狱厨神 地狱 第一狱鸡 OK 他可以煮一个意大利面 然后放凉的了 变成一团面 然后上面加个花鸡 难吃到食物 我就说 我只有说了一句 我说妈 这个真的有点难吃 他就上期 才拍座子 不然你是一组 你不是一组 好啊 我自己组 太好了 那我就自己组 那我就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发誓 我就自己组 组得比你好 那然后第二就是 为什么我也想到要做台湾食品 是从凤梨开始 凤梨 啊 那中国不是跟台湾有一个合约吗 对 那当然对中国来说合约是什么 垃圾来的 所以说了要不要 说要买我们的凤梨 后来又没有做到 对啊 对 没错啊 一国两制 凤梨都是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 我就 哎 没关系 我来买 我来买 然后就想想 台湾说实话 除了凤梨 太多好吃的 好吃的 然后台湾的食品 对于香港人来说 它的 就是那个 卫生的要求 大家都觉得很安全 对 那如果你说是台湾出来了 那很多人会买 所以不要说 我是帮助台湾食品 因为讲得太难听了 可是台湾食品在帮助我 有这个MIT Made in Taiwan的 就已经 的一个标志 就可以发贷了 那然后我就想 要不我就卖亚学 因为香港很多人喜欢亚学 可是它一直很少进口 然后进口的又不够辣 他就觉得亚学 一定是要最辣的 那为什么要分 湘明辣跟总统辣 我们的总统很辣就对了 他就是很有名 辣台妹嘛 他不是叫辣台妹嘛 蔡英文 对啊 人家就叫他辣台妹嘛 那所以我就说 要不就叫总统辣吧 那就是比较清切感的 清切感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OK 好 我们就来看看呢 不一样的台湾美味 亲手展现厨艺 杜文泽爱上台湾的麻辣鸭血 移居过来后 特地找这一地的厂商研发 做出超辣版本 我觉得台湾呢 最辣都是两个女生 妈祖跟那个蔡英文 杜文泽说 因为老婆和岳父都爱吃辣 她工作跑遍世界各地 都会买当地的辣椒回去品尝 有一次老婆吃到台湾的辣椒酱 从此爱上 因此杜文泽的麻辣鸭血 强调也使用台湾在地原物料 其中三级总统辣 融合小米辣 红龙椒 糯米辣椒 青藤椒 和川红花椒 挑战人体适辣极限 还喊出台湾出品就是良品 不仅如此 她也大肆宣传台湾凤梨 和她名称是台湾出山 王莱有名的三弟子 王莱是最能代表台湾的贵子 里面的一项 杜文泽清道产地勘查 寻找在地厂商 将凤梨削片冷冻制成冰棒的过程 拍下近三分钟的宣传影片 全程用台语介绍 台湾凤梨同样销往香港热卖 我是香港人 不过我真介意台湾 成为新台湾人的杜文泽 除了用台湾农产品来创业 也拍影片分享一句心得 为了一帮心浮浮想移民来台湾 但又怕这样那样的香港人 由我代你们再次走路来台湾 由杜文泽主持的旅游真人秀节目 开头就说明 为了让众多的香港人 了解台湾生活和宜居的可行性 决定走访各地介绍 第一集就请来台湾本土剧女神 她要认真学台语 真的 一定要来一份 怎么讲 豆腐脆皮豆腐更 豆腐更 豆腐… 港东话也是叫豆腐 有点像 这个很像 豆腐更 我们师傅的私房菜 对 这样 好美 我想学一些 泡妞的 就是泡妞的 泡妞的吗 泡妞的 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就跟她讲说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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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漂亮 小姐 你这么漂亮 我就想跟你做朋友 我说不复杂 好 你就漂亮 不该搞笑风格 杜文泽特地学台语想聊妹 目前节目一共播出二十多集 从内容看得出来 他想融入台湾的决心 好牌 你这个式渣什么好牌 好 我们现在压管就不及格了 来台湾避雪的骑机车 杜文泽光直线测试 就被大扣分 机车不行 换汽车总行了吧 毕竟演过头温自低 我说以前 我在台湾完全不敢开车 这个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开车 杜文泽走访台湾各地 介绍美食美景 还有在意文化 他那个姜味好重 今天又这么冬翻风 很舒服 我常常看大台这些节目 我真的最终见你见你 我只会有个儿子 露得到我女儿 被人看的 其实他和台湾有很深的缘分 1992年曾经为了躲债 选择逃到台湾 住过一年 因此节目主轴 就是以重游他当年曾经到过的地方 见证这些地方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以前走路住的地方 我想他买了被人做这些 现在转了做野原服务处 再次来台 已经不是为了躲债 杜文泽以特殊贡献方式移民过来 虽然没有高调接戏 但他下乡体验拍摄真正的台湾生活 更将台湾高品质的农产品 介绍到香港市场 可说是做起台港两地 人民的桥梁 其实你跟台湾的结缘更早 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吗 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堵了 什么都堵 什么都堵了 那个时候应该说九十年代 这李总统的年代 然后我就 那个时候应该是十九岁 然后我就 那个时候就 没错 输很多钱 就来 就跑路来台湾 跑路来台湾 跑路来台湾 港币 港币 那时候就 住人一年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对我最影响最大的就是 豬个梁 豬个梁 会很听笑 是 就每天晚上就 看豬个梁的笑 然后说 怎么可能 电视台 是不是真的 这个演员又搞笑 一直就表彰化 然后这么好笑 很受欢迎 然后关键就是 那个时候很多他 感觉他的新闻 又欠高利贷 又重仓 什么的 就有很亲切感 很亲切感 就是同病相连 对 没错 然后可能 原来 当明星也不一定 又很文雅这种 原来 叼张花 搞笑也是OK 到最后我就发现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到2012年 我就开始越来越发现 台湾的市场 已经开始控制香港了 就是大家都走去带路了 我就 我有去过 我有赚过很多人民币 也有 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什么 背骨仔 你不是以前有去赚过带路的钱吗 现在常常骂中国 你这样不行 我现在很后悔 我离开他 我就走了 对不对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我们应该要创立一个 属于本土的电影 属于我们自己 才听得懂的语言 连台湾上映 观众都听不懂了 诸葛亮有理过香港人吗 没有 他永远就是 这是他的 他的想法 就永远就是 我跟他人 我跟他人 所以等于那个 诸葛亮算是你的启蒙恩师 如果是低俗这个路上 本土这个路上就是 就是 所以要感谢诸葛亮大哥 真的 台湾观众认识你 有很多的电影作品 包括你的《无间道》 《无间道》 然后《撒墙》 还有就是《头文之低》 那就是跟周杰伦一起的 那是阿母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低俗喜剧 然后你看你的这个作品 其实让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们先来看一段 1994年 杜文泽被亚洲电视的监制发掘 出道时年仅21岁 因大多饰演搞笑的角色 打出名号 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是1999年 他演出《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在剧中 他和日本女鬼相恋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这么情深意中的菠萝油吗 如果我告诉你们听 这个菠萝油 是一个杀人欲望的女鬼 深情的菠萝油宣言 让他展露头角 之后踏入电影界 2002年杜文泽演出《无间道》系列 让他知名度大增 总之那个人做的一件事 但是很不尊心地看着我们 那个就是差人 杜文泽饰演的傻强 全是一名看似憨厚 实则深刻了解 如何在黑道中生存的基层角色 获得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从此他的电影之路 也越来越顺利 我要告诉全世界人知道 我阿牧不是废材 我要做车手 2005年他参与周杰伦的 投文字笛电影 演出誓言要当一名车手的阿牧 因为京剧连连被认为是完美示范 认真的搞笑 不过真正的转列点 是2012年他领先主演电影低俗喜剧 突破3000万票房 成为当年港产电影票房的第二位 让他分别获得第49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和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演而优则导 2017年杜文泽自编自导自演 并与邓丽星合作电影《空手道》 获得多项金像奖提名 一定要勇敢地面对 杜文泽从一个小演员到成为导演 从演出带给大家欢笑的灰胁角色 到演出中意气的黑道弟兄 不论题材都能尽情发挥 如今他来到台湾 也成立影视公司 准备长距发展 将为台湾的影视产业注入活力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蛮戏剧化的 人生嘛 人生是这样 经历过很多 然后你就会发现 台湾现在跟以前变化很大 先不讲商业的部分 至少在政治的部分 改变很大 政治改变很大 改变很大 现在就真的是能够体验到 它就是亚洲最民主的国家 OK 所以你看像那个时候 我们的太阳花运动 你在香港 然后你也特别挺了 对 那那时候开始中共对你打压 没错 就是因为我支持太阳花 所以就跟那些小粉红吵架 然后就给中共封杀了 对啊 你有没有曾经觉得我 就是思考过说 或担心或害怕 或认为我要不要这样做 我是学空手道的 那我的师父就是日本空手道带师 苍田宝州 他帮我绑那个腰带的时候 他跟我说 无论你的敌人有多强带 也要勇敢地去面对 这个就是空手道 师父教给你的精神 对 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 我就只能打下去 就不能退 不能退 你看现在乌克兰总统 那越来越多国家帮忙 你看他的人名 连妈妈带个小孩上学 也会背个机舱 情侣今天结婚明天就上县展 你说乌克兰有台积电吗 没有 没有啊 那为什么人家愿意帮忙 就是看到受害的人 自己愿意站起来对抗 奋战 人家才会帮忙你 就是自助人助 没错啊 虽然说所有国家都是自私的 关键就是你要看那个国家 是不是民主国家 如果欧洲这些国家 就是民主国家 你今天不帮忙 明天不帮忙 他的人名 他情绪 对于乌克兰越来越同情 这些人有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 只有票 所以我们看到杜文泽一直挺台湾 其实你挺的是台湾的民主自由 这样的一个价值 对不对 我就是不爽有一些 比较强大的人 喜欢欺负弱小的 就是这样 OK 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 2014年3月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 学生团体反对马政府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 突袭占领立法院与警方冲撞 造成多起流血冲突 3月30日 数十万民民众站上街表达诉求 这场民主运动在当年成了演艺圈敏感话题 港星杜文泽却跳出来表态 网络上多次发文力挺 喊话孩子加油 却遭大陆网友群起围剿 封杀他的演艺事业 是因为你自己选择45度角仰视别人 那就别怪别人135度向下看免你 杜文泽出演的电影被抵制 大陆票房惨淡 预计要拍的电影被临时换角 更被电影公司点名永不合作 中重封杀受阻 让他一度站离香港演艺圈 杜文泽却依旧挺直腰杆 我都考虑自己的财政情况 我认为OK的 可能我找不到人 他们都会玩 港元都是钱 尽管遭到封杀 杜文泽依旧不改敢说敢言的大炮个性 宇杜文泽在2017年大港开唱 解释为好友的立委林长佐 点出这位香港好友的新生 因为对香港人来讲 其实本来香港就拥有言论自由 他本来就应该对于这些事情 都可以有自由發表意见的权利 以及习惯 阉割自己的言论自由 这不是真正本来香港社会的一种习惯 所以对杜文泽来讲 他愿意为台湾发声 这个是他的勇气 同时也是他希望可以继续 当一个香港人该有的面貌 立委林长佐更分享 杜文泽私下爱看台湾政论节目 时常与他讨论台湾时政 更对台湾选举相当挂心 我是杜文泽 一个没有投票权的香港人 请大家珍惜自己的权利 1月11号回家投票 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前一周 香港演员杜文泽就发布一支影片 呼吁台湾人务必返乡投票 民主对于台湾人来说 能够拥有是基本权利 但对于香港人来说 我们的下一代 就算是雪楼披免 民主也心也要不可及 这段影片一天内获得3万多次分享 也让杜文泽身体力行挺台湾的形象 深知人心 台湾的选举的结果 其实它也是代表着 这个一个民主的希望 也包括给香港人一个希望 所以对香港人来讲 他们对台湾是非常抱怨 非常深的期待 与杜文泽同样不为中共打压 悍然成香港挺台湾的 还有香港歌手何韻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何韵诗 何韵诗在2014年 曾多次表态支持太阳花学运 更在隔年受邀来台 在大港开场舞台上 选唱学运代表歌曲 《岛屿天光》 那一幕感动无数 何韵诗积极参与社运活动 是少数敢发声的香港艺人 曾站上街响应香港雨伞运动 遭逮捕 2019年9月 更冒着被捕风险来台 参与台湾香港反极权游行 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 加油 何韵诗受访时 遭到极端分子喷洒红漆 冷静沉着的反应 让外界印象深刻 我觉得那个举动 它就是让我们害怕 让我们恐惧 让我们不再走出来 但是我们会害怕吗 会 种种受阻打击 仍无法击退何韵诗 在中国遭封杀后 何韵诗曾透过临床佐办公室 申请台湾就业金卡 没想到陈旭还在跑 他就被警方以涉嫌 煽动刊物罪拘捕 尽管最终顺利拿到台湾金卡 来台之路仍困难重重 即便他已经拿到台湾的这些就业金卡 可以来这边演出等等这些事情 他也必须要谨慎地决定 他要不要去机场 因为很多人是在机场被逮捕 本来在国际上面的事业 都会受到很多的打击 如上几多风月花 偏值我交错梦话 曾如你震心的鼻哗 伴我走过患哪 奔波纵上灰难 楼上昏摇波直坐一关 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不因打压而改变守护民主的决心 杜文泽跟何韵诗 给了香港人与台湾人无限勇气 刚刚我们看到何韵诗 你知道我在反送中那段时间 我也到香港去专访他 我们真的包括我跟整个团队 大家听他讲话真的都为之动容 就是也很想哭 因为他的那种坚定的那种神情跟力量 对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 你看到他也是被迫害了 被以各式的名义 他甚至也被拘捕了 您跟他也有很特殊的一个结缘 对不对 他的爸爸是你的美术老师 他几岁就认识我 他小时候我去接他放学的 是喔 他爸爸是我的恩人来的 恩人怎么说 就是说我上学我是反叛的 恩人 我是很叛逆的 然后所有老师都不爽我 恩人 因为我常常讨见这些老师 恩人 因为他们教我的就是 任父 任父考试的教学 恩人 我想学的 是我想学的东西 恩 然后我跟老师一级都不合 恩 然后那个校长就有一天要开除我 OK 要不然你退学 对 然后他爸爸就叫美术的 拿个这么长的棍子 上去跟那个校长吵架 爸爸拿棍子去跟社长 对啊 就谈不好就砸他 然后呢 然后呢就 因为我们是名校 香港第一名校 然后他就问那个校长 你是一个香港第一名校的校长 我问你什么是名校 是不是好的学生就叫不好的学生 就放弃 那如果你只叫好的学生 坏的学生就放弃的话 你这不是名校 你这是靠好学生 你才当了好学校的校长 对不对 对啊 有教无类嘛 对 所以他就跟他争论 那个校长就放过我 就保你下来了 对 嗯 然后呢 我跟你说 那个何允师 从几岁都这样 每次看到他臭念 那念特别臭 嗯 个性又 很刚强 刚强 嗯 非常讨厌的一个人 你非常讨厌 非常讨厌的小孩 是死小孩 嗯 就是一个死屁孩 嗯 我走的时候 我有问过他 你要不要走 他说不要 他不要 要不要 他要留在香港 对啊 我说你有家里带 护照啊 的那个国家 我说我最讨厌你这五人 就有外国物质 就不走 你知道我没有外国物质 嗯 我多想要一个外国物质 最讨厌你这五人 有这个外国的外籍 他还不愿意走 对 他就说不走 那他总有跟你说 不走的原因呢 他就说不走啊 我们有讨论过 坐牢之后的事情 嗯 就大家讨论坐牢最害怕什么 嗯 到最后呢 他还是决定 不走 这一代 中共的人 都是经过 文化代革命的人 他们一辈子是做什么呢 道章 我们是幼稚园 他们就是带学生 每个人有他选择的自由 这个反松中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 包括你跟陈百祥的辩论 就是现在社会充实着暴力 最暴力就是警察 这个是你的看法 这个是七成人的看法 七成人都不相信警察 没有人 你就是去支持警察 我当然去支持警察 你绝对是属于吃极少数的 我告诉你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人 为你教好 然后还有包括 有一次就是 有一个网友吧 在Facebook 留下了很绝望的留言 说要去亲生 你后来就开着车 很着急的 去找他 然后你都哭了 这么多香港人 都没有放弃 你不可以随便放弃 OZAC 你知不知道 你回我WhatsApp 好吗 我说只能开那个FB的Live 就希望他有机会看到 因为我没有打给他 我没办法找到他 然后他看到我那个Live 就愿意听我的电话 总算救到了他的身体 肥仔车神 终于赶到 赶到 赶到就 然后就 对 没错 就 刚好还在 还在 然后送他去医院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 《时代革命》 我是昨天去看的 我大概看每两分钟 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尤其你在现场出现 对 我在现场 你就会 因为我曾经在香港的这个现场 被警方释放催泪弹 你知道 有吃过 吃过那个催泪弹 超级难过的 而且他跟 就是当年我会觉得说 我很震撼的是 就是在台湾过去也曾经走过 数十年的抗争 在那个抗争的现场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 站在我对面的警察 是会置我于此的 不会有那种感觉 只知道他在执勤他的任务 但不会这样 那我们还是带着 这样的一个想象去了香港 你会觉得说 他如果要做什么行动 他会举牌 在台湾有这样 第一次举牌 第二次举牌 第三次举牌 你还不走 那我要做什么了 会有预告 我还是这样的一个 天真的想象在香港街头 结果我什么也没等到 我就已经被轰了催泪弹 那时候我都觉得 中共的意志是非常强的 它绝对不会退缩的 但他们就说 没有哪一个政权是不会倒的 只要我们的气 比共产党长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 有一天它是会倒的 可是我不知道 你在那个反送中的当下 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希望 还是你也看到了 其实它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一片的绝望 我没有 你没有抱着希望 我从来没有 你那时候就觉得很绝望了吗 是 怎么说 这一代中共的人 都是经过文化代革命的人 他们一辈子是做什么呢 斗争 我觉得香港 香港 我们香港人 如果刚开始 知道什么叫斗争 我们是肉制员 他们都是带学生 他们没有其他 只有斗争 只有斗争 但是你有理想 我们还是要为了理想 是 要去做 这是人性吗 对不对 这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这一次 也特别访问了里头的阿爸 那个阿爸 就是我当时在香港的时候 他是勇武者 他是第一线的勇武者 也是他亲手教我怎么戴防毒面具 所以在我被警方打到催泪弹的时候 我在第一时间拉下来了 所以我算是伤势最轻的 非常感谢他 要听听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 透过非常多主观镜头 呈现香港抗争的真实样貌 冲撞镇压毫不掩饰呈现 画面再次震撼人心 时代革命纪录片 透过抗争主角故事 呈现虾米对抗鲸鱼 全长158分钟 浓缩700万港人故事 在发生地香港无法上映 全球只有台湾公开播放 票房一天比一天好 其实是会想看的 因为我们这一代 其实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 所以实际上 它到底发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其实的确是会想要知道 这件事情来对比做台湾 对抗同一个集权 然后就会加深大家想要去了解这些事件 这部电影是属于每一个有良心的香港人 其实去到今天 我希望这部电影 不只是给香港人看 我希望给每一个人 我们都相信每一个人有良心 我希望这部电影 可以让你和你自己的良心对话 台湾人看香港 有种看自己的眼光 香港人自己却不敢睁大眼睛看 2019年来台湾 前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林荣基 也是纪录片中受访者之一 很多团体邀他参加应候座谈 他一律拒绝 但是看到太多了 没办法 因为现在我都退了 今天 昨天 其实有三个地方要我去 我已经退掉了 因为有的时候没办法 人都会流出来 不想在大家面前哭 自己倒是一个人去戏院看了三次 一次比一次哭得惨 比方这些书都是犹太人 你有没有注意 像人有点像犹太人 他会做生意 对吧 老大就这样 他现在屠杀 吹逐 家货 都很像 如今铜锣湾书店 在台北重新开张 认为这就是延续抗争 采访这一天 《时代革命访谈书》全新到货 他说自己坚持用材质刀片开箱 拒绝用对岸货就是实质抗议 书店规模虽小 意志坚定延续 我们香港人老实说 要把香港的文化保留下来 比方台湾可能有 十万二十万的香港人 这边生活 有一些开茶餐厅 有一些搞音乐 有一些拍电影 所以是不是等于把香港的文化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它不一定是台湾 它可能是英国 宇宙加拿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不是等于是光复香港 其实香港只是一个地理的明界而已 它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香港人 当台湾人说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香港人反而认为 今日台湾才是明日香港 因为台湾在半世纪争取到民主 香港才刚开始进入大国进和 整个乌克兰跟香港的这些例子 对东亚局势来讲 我想特别是乌克兰的例子 对东亚局势来讲 有几层比较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 区域间的强权 特别是强人政治领导下的强权 它的不可预期性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地方会不会出现 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强弱对抗在夹缝蒸汽 纪录片中 这位被抗争者称作阿爸的主角 今年34岁 现实中未婚 之所以被称爸 纯粹是抗议者们 互相扶持演化的关系 就开始催泪弹出过来 就咬了 然后就有一刻 直接就打中我 然后我就 那时候 我们就慢慢地退 一边退的时候一边在想 如果呢 刚刚我没有把那个安全帽给他 又或是没有把它拉去后面的时候 会中枪的不是我是他 怎么可以让这一个比我年纪更小的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 比我年纪小那么多的人 要受这些鼓励 没有血缘的抗争者 因为侧隐心 富人比他小的抗争者受伤 萌生照顾亲情 互称父母子女 让他瞬间扛起父亲的责任 原本以为一切都能扛得下 直到这一天 2019年11月13号 香港警察围攻理工大学 抗争者无处可逃 有人甚至爬下水道撤离 正当自己不知道该冲还是该流 才知道当父亲有多难 在理工大学的时候 过了两天很累 大家很累很累很累 然后也不知道张芳芳也看不见未来 哪个时候我就跟 我们就躲在一个房间里面 大家也会担心 因为警察曾经有一段时间进来 大家的情绪也很低落 而且士气很差 我跟妈说我要跑出去一趟 我要出去一趟 我要看看外面的账房 他们其实也担心 但是也是要人做 然后我就跟她说 放心 我会回来 自身难保又该如何保全彼此 原来自己也需要被安慰 这一次才放声大哭 在那场革命 很多人一夜长大 就算天塌下来 在孩子面前永远撑寝一片天 嘴上说不知如何当大 已经做到了父亲精神 没有人逼他当人父却扛起责任 正如这一部纪录片精神 不是时代选择我们 是我们选择改变时代 所以看完这个片子 我们也不知道香港将来会怎样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 他可以自由民主 你怎么看 我觉得人生就是无常了 他突然有一天搞成这样 说不定突然有一天 他自己搞自己 很难说 很难说 就是被反噬了 我收到了一个FB的 就说我最讨厌你们香港人 就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 应该做一些减少这种矛盾 产生的一些工作 其实你来到台湾 然后当然你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叫做高雄市台港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长 对对对 你市长好 台长好 所以你希望透过这个可以做是吗 这个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发现 其实说实话 我收到了一个FB的PM 就说我最讨厌你们香港人 我听到我就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 应该做一些减少这种矛盾产生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慈善的活动 所以我先从自己开始 每一个月就赞助一些带用餐 带用餐 在外华区 有需要的人就免费吃饭 那我先做如果其他香港人觉得自己可以 去帮忙的也可以钱加入 反过来 台湾人可以透过一些机会认识香港人 所以说希望透过这个协会做这些事情 听说还蛮喜欢高雄 因为你的理事长是高雄的理事长 高雄我喜欢 台南我也喜欢 为什么 我觉得南部就有一种怎么说的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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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最喜歡去馬宮廟口吃小草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常來台灣 然後我一直有一個感覺就是 它不就是一個國家嗎 它不就是有自己的民主的季度 它有自己的文化 它有自己的歷史 我看過很多很好的電影 都是台灣電影 台灣的文化創作力也非常的旺 楊德昌導演 侯孝賢導演 這些都是我從小到大最崇拜的導演 有很多音樂很好很好的音樂 五月天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五百大哥 這些是假的嗎 這些人可以死掉嗎隨時 這是因為你不要強大 他們這些人就沒有資格活下去 這是什麼來的 奇怪 真的是因為你就不要強大 人家就沒有資格活下去 我聽不懂 聽不懂 我聽不懂 所以我們繼續為這個 自由民主的理念堅持下去 對 沒錯 謝謝 也歡迎來到台灣 沒有 有很多種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